生命 生命 电视与您 共同救护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来这里 隆天赴法三宝加持 我们又认真来读诵颤文 依文入关 观众就来佛祖给我们开示的 这都是在经典里面结入起来的 这都是经典 非常的宝贵的 各位 有那个姻缘来拜仓 来拜佛 大家好好把姻缘 是怎么说呢 一年没有几次办良环 一年一年一直过去 我们就是要把姻缘 每一次的姻缘 每一次的殊胜的机会 我们都要好好把姻缘 把姻缘 把姻缘怎么呢 把姻缘就是行功利得 为众生来奉献的机会 我们都要认真 好好把姻缘来做 在做的当中 我们要起一个欢喜心 最重要的要欢喜心 来为众生而做 那你这样子 你就申请你的慈悲 你没有我 你没有我自己在那 你只有一种众生的苦 你会想着说 很多众生都没有解团 我们何其的荣幸 我们在这边知道 来拜颤 颤悔我们素世的一切过错 但是还有多少人没有这样的机缘 没有这样的认知 他们一想到说 拜佛会有感令吗 甚至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还有呢 我们的一切的众生 无形的众生 何其的无量 我们来为他们拜颤 我们要在拜颤的时候 我们要观想 他对一天在那边 我们拜一拜 他也拜一拜 这样拜 希望他们前面有无量的 三宝的光在加持他们 让他们得到无量的佛光加持 他们我就一一就解团了 你就是要这样的观想 观想 一切众生都会得到你观想的 这种力量 这种加持 各位 大家众人之力 这个力量无量无边 我们就为一切众生 希望他们离苦 希望他们滴落 希望他们冠近得到圣经 但是 别再继续在那里受苦 他也是佛菩萨思现 这个众生是佛菩萨视线 让我们看的呢 他思现这样不解脱 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 但是在经典里面 佛祖都说得很清楚了 他们是思现让我们看的 我们现在佛菩萨就要离众生 用来烟花 众生不听 他就思现很苦 苦的一面 让你们看 让你们看得到 会伺 怜悯心 会伺 恐怖心 会去 那种我要精进的心 佛菩萨主彼 佛菩萨就是会思现 各种的这个形象来利益众生 佛菩萨就是直接跟你说 希望你疼 你来改革 你就可以 要不要悔过 佛菩萨也很主彼 他的思现就是 各种的这个 让你们看得到 他的印度理如何 要怎么来收乡 要怎么来走乡 不再对落路 这就是 哉哉菩萨主彼的一面 他思现的 不是说 让我们遥不可及 不是 他都在我们的神父彼 佛菩萨 他都 视现与我们同类 在普文品里面 也是这样跟我们开示 众生以和生而度折 观世音菩萨 极限佛生 和生 来跟你接近 引导你离一切苦 引导你得到安详 得到安乐 得到解脱 地藏菩萨也是一样 里面都有开示 诸佛菩萨 随列 献起形象 来引导众生 我们今天 就是要精神的 菩萨都这样 示範给我们看 我们来明真 要精进的修行 我也是跟各位 大家有缘 我们今天在这边 大家来共修 良房宝灿 我诚心 在这个基岩 我们大家互相来勉励 互相来 在不敌道上 更上精进 今天在这里 我们就要拜祭 拜祭 在我们个人来讲 我们希望说 忏悔 我们的这个 岳障根源 岳障根源 就是忏悔 生口意 这个三叶 这三叶 在你造作的时候 不管你做善业 还是业业的时候 在你造作的时候 叫做业力 就是业力 因 你做的时候是因 你做下去的时候 业力 就是业力 我们大家知道 生口意 有贪嗔痴 造成我们生死之业 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 我们要来参悔 在三叶水灿里面 合作给我们说 要生起七种心 来参悔 今天 在这边 来跟各位 来分享 第一 就是说要生起 参悔的心 参悔的心 第二 我们要恐怖心 第三 要有怨离心 第四 我们就要 发泡的心 第五 我们要 怨亲平等 第六 就是 念佈佛音 第七 官罪 幸空 在这些参文里面 第一个 把我们开始的就是说 我们要参开这些 我们要想说 我们跟他 佛祖 设行佛祖 当这个是反复的时候 离间社群 成都以来 已经经过 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成沙结束 就是表现非常久的时间 跟我们想比 我们的 还有在这个 贪乱到这个六年 在世间 在那里打粉 轮转生死 我们如果看到这个 我们就要感觉 看到佛祖 我们要生起参悔 佛祖 你已经生活了 我还在这些没没收 我感觉到很参悔 我们要生起这种 勇闻的忏悔心 第二 恐怖如何呢 恐怖说 因为我们是欢呼 我们的心窮一业 常常 不太先来相应 都更恶相应 是怎么说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们 我们反复 你如果没有正正 是最内观 主旗的意识 我们都会想说 随性 而做 尤其是现在的社会 更明显 是 笑话不得好 怨恨 愤怒 出口恶言 伤害 种种 那种恶言恶疾 人家 讲得不好听的话 不顺我意的话 马上就起了称恨的心 这是以恶相应 所以说 这些恐怖 我们的主意 就是说 我们做这种恶业 而 直舵 地义 畜生 恶鬼 会受无量苦 我们没有经过经历到 这个帝鱼之苦 因为我们都不记得了 因为我们也看不到 就是经典我们这样笑 我们没有去经历到 所以说 我们不会起那种 恐怖的心 但是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 稍微减刺到的时候 我们就很疼 很疼 稍微破片 就很疼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 第二个苦 是比这无量无边 那种苦 经典上有明示的开示 你没办法 提起你的正念 你也没办法说 我要来练阿弥陀佛 因为地义自动 非常的昏暗 夜暴的关系 你如果说 有点光明吗 没有 那这样你练佛吗 你痛都来不及了 哪有时间练佛呢 所以我们现在有幸 身为人 又能够来修行 我们要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 庆幸自己 我有这个因缘 这个福布 在佛祖的座下 听佛祖的教室 要认真 来修行 修行 修行是在平常时代的时候 不是说在佛祖的头前 才说佛祖修行 不是啦 我们不刚好去做恶 不刚好去做不到事情 也是都在外面做的 在佛祖里面有整季 这是一个陈佛的训练班 我们出在外面的时候 如同考试场 你随时随时随时 你给你磕齿 你来大明讲堂 你来这个地方 你说佛祖的是什么东西 外面就要给你刺一下 你的饮料的感觉到哪里 你的心量外面 你嘴巴是嘴巴到什么地方 外面都给你磕齿 那就是在那里 所以平常时代的念头 我们要注意 要把它修好 如何修好呢 我们要注意 内关 这种关我们的念头 我们每持一个念头 我们就要去关 这个很重要 随进而转 看出什么事情 这个人怎么这样 很讨厌 这个人怎么这样 开车不开得快 哪久你搜 你就起了那种念 你跟他结不善言 这个就是考试 你都不知道 佛祖要给你磕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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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不给你通知 他会说 我待会要给你磕齿 你要注意 他会 随时显一个境给你看 显一个 让你动你的深口意看怎么样 所以说我们修行了 不是说我捐多少钱 我叫就修行 那是在增加你的福报 跟大众结缘 对心地内下降虎 时时观察你 诸恶莫作 内关 佛教有这种 众善奉行 我们就行菩萨道 内关好之后 时尚注意我们的意念 行为 我们的一切动作 我们都不要去伤人家 你这样就不会结恶言了啊 而且我们要更慈悲的 不是说今天好就好呢 我们要行菩萨道 众善奉行 尽我们的人力 尽我们的利益众生 我们如果一个手 跟赞坦 令人欢喜 是有真实的 人家做好 我们赞坦他 诶 这个也是在行菩萨道 你的脸 都非常的笑容 对待每一个众生 都是结善脸 这也是在行菩萨道 你的态度 你的意念 人家 不刚好给你 或是说 放下你的感受的时候 哎呀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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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也是跟人家结善脸 处处 为您再想一下